7月中的5天内,某些生肖将迎来财运亨通的关键时刻。 在这段时间里,天干地支、五行相生相克以及六十四卦的变化将对这些生肖的财运产生深远影响。 我将解析积大生肖的财运,皆是他们在这段时间内运势旺盛或衰败的原因,并提供相应的建议,帮助他们抓住机遇迎接财富。 一、生肖虎,首先,我们来看生肖虎的情况。 生肖虎属木,而7月中旬的大部分时间位于丙深月。 冰火生木,这意味着冰火的能量能够带给虎更多的生机和活力。 另外,身金与银木相冲,但由于天干冰火的相助,这种冲刻的影响被减弱,反而转化为积极的动力。 五行中,火生木,木的火生,木的能量被持续激活,这使得生肖虎的财运在这段时间内蓬勃发展。 在六十四卦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用大有卦来解释虎的情况。 大有卦,象征住财富和成果累积,这意味着虎在这段时间内,不仅能够获得意外制裁,亦能够因为之前的努力而收到丰硕成果。 从卦象的内外卦来看,内卦为钱,外卦为黎,黔为天,黎为火,火天大有,这项指着财运如日中天,盛况空前。 在天干地支的影响下,冰火的天干催忘了木的能量,使得生肖虎在这段时间内能够在财务上取得显著成果。 这段时间内,虎的朋友应该积极参与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项目,尤其是那些需创新和突破的领域,如科技、创业等,这些领域在冰火的催忘下将会带来巨大的回报。 二、生肖兔,接下来,我们来看生肖兔的情况。 生肖兔属木,冰火生木的关系使得兔在这段时间内同样受益良多。 不同于虎的是,兔的运势体现得更加稳定和柔和。 冰火的能量,稳定的生住木,使兔在七月中旬的财运表现得非常稳定和可持续。 这段期间内,兔能够在财务和职场上取得稳步的进展。 从六十四卦的角度来看,进卦是解释兔的理想卦象。 进卦象征住进生和进步,这意味着兔在这段时间内不仅能够获得财富,还能在职场上得到进生和认可。 进卦中的内卦为离,外卦为钱,离为火,钱为天,火天进,这项指着兔的运势如火般旺盛,只要坚持努力,便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 天干地支的相互作用,使得兔在这段时间内更加注重稳健和细水长流的财务管理模式。 兔的朋友应该多关注长期投资和稳定增长的项目,如基金、保险等,这些项目在丙火生木的影响下,将会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增长。 三,生肖龙。 第三个我们要探讨的是生肖龙的财运。 生肖龙属土、丙火生土,这对龙来说是一个极为利好的时期。 七月中旬的丙申月,对龙来说是财运大开的良机。 火的生柱使得土的能量逐步强大,龙在这段时间内在职场和财务上均能取得突出成果。 在六十四卦中,太卦是解释龙的理想卦象。 太卦,向指天帝交太,和谐繁荣,这意味着在这段期间内,龙能够在各方面取得平衡与成功。 太卦中的内卦为钱,外卦为坤,钱为天,坤为帝,这项指着稳固的基础和高远的目标。 从天干地之的角度来看,冰火天干的不断催旺,使得龙在这段时间内能够稳步前行。 龙的朋友,应该集中精力于长期和稳健的投资项目,如地产,金融等,这些领域在冰火生土的生柱下,将会获得丰厚的回报。 四,生肖蛇,接下来,我们来看生肖蛇的运势。 生肖蛇属火,在七月中旬的丙深月,火能量的增强,使得蛇的运势达到巅峰。 冰火与似火相合,使得火的能量达到极致,蛇在这段时间内的财运非常旺盛,能够获得大量的财富和机会。 六十四卦中的大壮卦,象征筑强大和胜利,这意味着蛇在这段时间内能够在各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 大壮卦的内卦为钱,外卦为阵,前为天,阵为雷,这项指着强大的内在力量和外在的行动力。 天干地支的影响,使蛇在这段时间内能够利用自身的优势,充分发挥火的能量。 蛇的朋友应该多参与与火相关的投资和创新项目,如能源、新科技等,这些领域在丙火生猪下会有不错的回报。 五、生肖猪。 最后,我们来探讨生肖猪的财运。 生肖猪属水,而七月中旬的丙身月对水来说,是一个有挑战但益处多多的时期。 充火和身筋对水的压力和生柱,使得猪在这段时间内需要面对一定的挑战,但这同时也是提升财运的好时机。 六十四卦中的困卦,是解释猪的理想卦象。 困卦,像只困难于考验,但只要坚持和应变,便能够最终突破困境。 困卦的内卦为砍,外卦为钱,砍为水,钱为天,这项指着猪在这段时间内需保持坚定和冷静,在困难中寻找机会。 天干地支的影响下,猪在这段时间内需要更加谨慎地管理财物,避免贸然行动。 猪的朋友应该多参与与水相关的活动,如投资、旅游等,这些活动不仅能带来放松,还能提升运势。 总结来说,七月中的五天内,生肖虎、兔、龙、蛇和猪的运势各有不同。 虎和龙的财运尤为旺盛,应积极把握机会,兔稳中有剑,应该集中于长期投资,蛇运势达到巅峰,适合发展与火相关的项目。 猪虽有挑战,但亦有财运提升的潜力。 希望我这段详细的命理分析,能够帮助这些生肖在财运高峰期内,抓住每一个机会实现财富的快速增长。 愿大家财源广进,富贵迎门。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好好的读一读,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 破摇富终有言,时事不可尽以,贫穷不可尽期,事事翻来覆去,须当周而复始。 所有的时机和势头都是不长久的,我们不可能完全依靠。 而所有的贫穷和卑贱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这世间之事,本就会周而复始,轮转有序。 该你富贵的时候,你会逐渐走向辉煌。 哪怕你是普通人,命运也会给你制造机会,让你有所成就。 而不该你富贵的时候,哪怕你是才华横溢的大才子,也不一定能够取得该有的成就。 因为命运二字,把人之未来给限定住了。 谈到命运,就想到这么一个有意思的观点,命好而运不好,就像一辆豪车开在了崎岖的山路上,无论你的车有多好,都不可能驾驶的安稳。 运好而命不好,那就更形象了,就如同一辆拖拉机飞驰在空旷的高速公路上。 可惜的是,拖拉机依旧是拖拉机改变不了硬件较差的现实。 所以说,人要想富贵,就必须要占有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都难以成事。 第二,上文谈到过,人生有硬件和软件之分。 硬件,那是必然存在的,而软件,那是随着环境以及时代的发展,逐渐发生改变的。 硬件,一般跟这三者有关,首先是人之原生家庭,其次是人之天赋能力,第三则是你所拥有的资源和人脉。 你原生家庭不错,天赋能力还行,那第三者的资源和人脉就能被你所掌握。 因为所有的资源和人脉都可以凭借家庭和个人能力所获得。 有两个年轻人出来创业,他们能力相似,才华差距不大。 为什么家中有钱,以及背后有人的年轻人会取得成功,而没钱没背景的年轻人会惨遭失败呢? 有太多的成功都是条件堆出来的。 你所拥有的条件越多,那你能取得成功的概率就有多大。 这一点,我们看看互联网创业的那几位大佬就明白了。 除了人大毕业的那一位老板,其他的老板其实都有背景加持的。 人,有才华之余,也要有背景底气,如此才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吕蒙正在《破谣妇》中说过, 韩信立无腹鸡,立为汉朝贤臣,未遇之时,口无一日望孙,极致兴通, 身受齐王江印,下淹取诏,同百万雄兵,一旦实修,足以阴人之毒手。 韩信这个人,说到底就不是一个冲锋陷阵的猛将, 他只是和当后方指挥的大将军。 没有遇到刘邦的时候,他吃不饱,睡不好。 而发迹之后,竟然佩齐王印寿,横扫天下。 后来,他运气没有了,就被萧和和吕后给杀掉了。 其实,很多人都有韩信的才华, 但未必有韩信的运气。 没有运气,那你就遇不到赏识你的老板, 任你再有才华,也英雄无用武之地。 有了运气,你就能扶摇直上了。 人们都认为,有没有运气影响不大。 而从实际的情况来说,运气差到极致的人,也许连性命都保不住。 就像后期的韩信,成也萧和,败也萧和。 所以说,要想赚钱,要想发迹,本质就是让自己的才华, 遇到相匹配的贵人和机会,换来一名惊人,辉煌灿烂的那一刻。 周易有言,君子藏气于身,待食而动。 真正有本事的人,不管身处在什么环境当中,都能够隐藏自己的才华,死寂而动。 时机到来,一举抓住,而时机未止,隐忍待发,让自己默默蓄力,立于不败之地当中。 明朝初年,燕王朱棣并没有登上大宝的资格。 就连他的父亲朱元璋,也只是把太子朱镖当成继承人罢了。 哪怕后来朱镖死了,朱元璋也只是让皇太孙朱允文来继位。 朱棣对于自身的处境,那是一清二楚的。 太孙继位,他第一个要干掉的,就是燕王。 没办法,他只能装疯卖傻,给人一种疯癫的感觉。 时间一长,朱允文也相信了,认为燕王朱棣构不成什么威胁了。 放松警惕的他,被朱棣钻了空子,不仅失去城池, 就连围剿朱棣的大军也屡战屡败,狼狈不堪。 就是因为朱棣懂得隐忍,知道藏气于身的智慧, 所以他才有后发先制的魄力和底气。 这世间所有的后发,说到底,就是隐忍蓄力的结果。 人,如果还未发迹,也没有遇到属于自己的机会, 那我们还是要继续隐忍比较好。 人,那是再跟时间比拼,赢到最后,才是我们最好的结果。 好了,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福气满满,财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下期见。